那時候我主持協命 可是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跟我們相容 一些小孩講話什麼的 年輕的講話都很無聊 我現在說今天 我就覺得是我跟胡瓜害的 差不多張飛 我們這幾個 因為我們講的就是 簡單的一句話 可是我們會用另外一個 反的方向去造成對方的 達不出來 產生自己的優越感 所以變成大家都學我們 所以你現在看了一個小孩 你如果說話硬碎硬碎都說很多聽 比如說你是那個 你是在送賓兩個 你生成這樣就不會送賓兩個 這都是我們以前講的 是 我不敢說社會責任 但是我就覺得 沒有 但是以前你們的工業會贏 贏得回來 六點來了 因為我其實很多人覺得 我算比較幽默 我這樣開講也講到幽默這件事 我說幽默感 梗要坐在自己身上 你像我們公坦白 我剛剛想做得最好 朱大哥 在幾個月 以前你看在幾個月 在訪問那個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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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檸檬高大哥 他先給他 你拔手 叫什麼 有的沒有的 但是他叫了 他會跟著 他會想說 你輸七百萬新聞 三四五天 我輸到兩老家 不肯 九人接受我 好 我現在再來跟各位講 因為這種東西 我們比較 我們就變成表演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表演 即使說 我跟你講 我在那邊開來開去 都知道 我們是在表演 給大家看 你就看這樣 可是他 一到這個社會 到這個老百姓這裡 他不一樣 他以為這樣 他都變隱瞞 可是就是這樣 他收不 像我們 譬如我講 我現在譬如我講 就是我如果給你看的時候 譬如說 這是多少 看起來像是上邊兩個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才有看到一個上邊兩個 就是我會把它 你會把它圓回來 這個就照著 那效果是在 我講那句難聽的 讓大家笑一下就好 但你要圓回來 紅 紅毛巨啊 對 這個就是一個表演 可是現在 一到那個台下的觀眾以外 他們就不 他們還有很多 他們沒有在那裡 他們就回來 原回來就是我啦 張飛 英明 我們這一代的人 還可以原回來 一直到了吳宗憲 這就不行了 吳宗憲 你怎麼都要在我家裡 每天跟著我 反正說 他們啊 幫你抬 但是他們不會收到 就造成這樣的情況 白人收不回來 白人收不回來 他們不會收 因為困難的是 因為其實他這個邏輯就是 就是正面跟逆將這樣而已 我們會逆將 對 可是依然不會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會使用的話 它就變成不好 因為這個我告訴我 這有學問的 你知道嗎 這個像有 當然我們最初也有的 小孩嘛 但是你要給一個老推 對 你看他們也看一家族的時間 對 看一家族 你看他們變化到現在 現在他們 他不回來了 還繼續生這家族 你會看是怎樣 沒有進步嗎 還是怎樣 沒有要說 因為我們以前的年代 觀眾 都比較高興 大一人人真正善良 民生都大到笑容 我現在描寫是那個時代 高興的 都一種 現在沒有一種 是 現在的高興 高興的高興就是 只有一天在那裡 抬來抬去 所以時代背景不同 我跟你講 表演的人不同 觀眾不同 他會產生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現在 現在的小朋友 可能比較不會再欣賞 我們那個年代那個東西 可是像吳兄 就是年輕的這一輩 他們是另外的產生 只有我們以前的歌 大家聽得到很多 現在的歌 老頭也不聽 周杰倫在唱 他不知道在唱什麼 不是他不知道在唱什麼 是你聽 聽了沒有 他在唱什麼 這個沒有對不對 也沒有誰比較厲害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時代 都要穿在打八戶 跟他做演奏 看八戶 現在我們不敢穿 我們要穿財庫 所以他沒有什麼 這個一定要活到六七 像我們這樣 你還不理解 你太年輕了 因為你還沒有經過 我們那個感受 你們以前秀場 那有生過嗎 有生過嗎 就是大家有生過嗎 沒有 這看個人的公認 一看人是 你如果像 因為 現在就是 我以前秀場很短 就是 湘菲 尼敏蘭 豬高梁 賀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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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一航跟 以前分成兩岸 一間有做第一岸 一間有做公信岸 第一岸就是臨南部 譬如南部舊 都豬高梁 他就是豬高梁跟賀一航 跟黃西田 康宏 康宏 他們的差不多 他們的第一岸 是 我跟張飛胡瓜 我們算一百塊 一百塊 因為 因為 他們那時候 沒有在錄影 我們每天都要錄影 所以 你沒辦法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都在錄影 你想譬如說 以綜藝節目來講 我們都做八點的嘛 就禮拜六 禮拜天的八點 八點一定都錄影 都不能錄影 照國會認證 所以 帝國良不能去聯繫台主席節目 因為說錄影 他不準 所以就比較沒有了 他會覺得他比較老 沒有啦 我們就錄影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經錄影 我就去對張飛 對張奎 所以我就走到這個錄影 所以張飛算你先呢 主持改勝完先 因為我本來都不 我會唱歌而已 我怎麼會說唱歌 我聽說 我聽說唱歌就說 我剛才看張飛跟張奎梨上面表演 我在台下看 他們表演那個歌中劇 說唱歌 我怎麼會唱啊 我怎麼會唱啊 我當作是神耶 有一天 我自己站在那邊 我才知道 原來我是輔助啦 你上次說唱什麼 但是 各位 這就是 我要這麼說 這就是一個 邏輯 不是啦 我們這演出而已 我們講的都不代表本台 就是講給大家唱而已 是 晚上我講完之後 大家有的人覺得很好笑 台師傅說 幹什麼 噴一噴 不要緊 噴一噴 噴一噴 其實各位 我真的不會臭屁 我就是好夠而已 是 後來我講一個 因為我聽噴到那個時候 就變了 監視 人設 對啦 我怎麼不能客氣 我只客氣 就說這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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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我會記得那天你唱淡水無色 我是不記得 那天你唱淡水無色 那就是 今天觀眾 非常好運 等一下 我在這裡唱歌 朱大哥 走不走 開始給你驚 你們兩個在那裡 對喬這樣 對啊 所以那個都沒有洗過 沒有 所以說 所以我要說 像台語歌的 一般都會有洗過 好 因為 你如果說對風 不是 對風不要贏 有什麼東西 就是我說給你贏 你說什麼 他們比較熟 熟 劇 短劇 類似的演出 我不是 像我說 我們就是喜歡現場 我就直接撞 那我就說 那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太麻了 是 我張揮 我一開始也有張揮 所以 所以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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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訪問 我做生意 我來訪問 現在你把我 你把我 對我很好 說我沒有客氣 現在張揮出來 才會出來 他說 他要訪問 他說 報告師傅 然後張揮就過來 走開 你欺負他 你欺負他 再講一次 你欺負他 你說是 張揮就跟你 謝謝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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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反正我們的邏輯 差不多都是這樣 是 就是說 就是說 你說這樣 我說另外一個 逆向 但是那個逆向 我們說逆向思考 我們都認知了 我說這樣 逆向就是這樣 就是 我這邊 南北 其實不是 從這裡開始 繞個360度 都是逆向的 是 就是看 逆向在那裡 有很多位 你就挑一句最好笑的 我就不要順著你的思路走 我會想到一條路 是一樣的 等到那裡 但是這句話 你遇不到 比如說 比如說 邊邊 我們這些人去訪問一個 比如說訪問你 那你講的話 比如說 像小亮哥這種 比較小白 他 你講一個 他有三個想法 找一句來回答你 可是像我跟胡瓜 我們都有十個 就同時會產生 我有十幾夫妻 那一般的人 他出了兩個 三個 所以他那個東西 一定比我 所以我一定比較大的 就是這樣而已